為青鎬看世界 看一新青鎬 催起臉上的青鎬 早啦 歡迎收聽 秘密之一 我愛深溝 大家好 我是會說台語就說台語 不會說台語就說發起的林大利 今天七月十六 首先來關心潛高新聞 在上禮拜強烈颱風尼伯特走遙烙 潛高川水殘有很多豬肉倒下去了 八十歲慣性農法老農阿貂伯 他的豬肉好家財沒倒 而且他有一些經驗要跟大家說 我在說 在我下降到全國的水位 像這些都倒 不能飛的太重 這六個湯 會有栽培河浸透了 另外撞不掉 像女兒說 現在肥河太多 栽培河來 要倒 不能說是吃豬肉 就吃到 吃到吃到吃到吃 一期的那些都沒放肥 人家知道說 栽培河會倒下去了 人家會倒下去了 人家會倒下去了 人家也倒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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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沒倒 你補你補 先丟不倒 你不要去放肥 只要放這個 放這個米粉而已 他們也是放米粉而已 我們都沒倒 阿伯阿你差不多 你的肥都放到幾個月份 那時候怎麼看你就知道 不好放了 差不多 兩點而已 那時候要放肥河就看到有了 纖維把肥河 在我不怕放肥河 在我可以放肥河 沒有我就放肥河 放肥河 放肥河都落不下去 這麼硬 對 那硬 沒關係 他又摸下去 他又摸下去 這樣沒問題 在我不怕放肥河 你知道嗎 在我放肥河 現在這樣放肥河 有了都在上面 不過我們宜蘭有好水嗎 沒有 有好水 如果摸下去 這麼好聽就摸下去 所以只要可以摸就 盡量摸就對了 有了 盡量摸 摸沒關係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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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摸去摸 那是團手摸餐的壁館 有更進俄羅我們這些 有機的友善工作的修容 感謝阿丁伯 接下來是 狗仔Over 天文社提供的消息 深溝爆一下 在鳳台過後 他過年 三六六天好 做成掛在外的作業 進行得特別困難 兩百個大頭肉 文泉大哥 他說 淡去的桌子 收刮的是黏在中废的面上 會去給掛在外面 噴回去探餐 做成三兩減酒 尤其原本的好天 可以為頭早掛到半年 拍完 只剩下半天可以掛 效率也剩下一半 就算是自己有機 海的代工業者 也不輕鬆喔 比如水晴大哥 掛幾隻辣 自己的餐只掛兩塊而已 為什麽呢 因為他的掛在外面 會逃走 老老民 哪在在客廳車一樣 一直給他帶下來 本節目走復古路線 播放的歌曲 如果你沒聽過 不是因為你太年輕 而是你錯過太多 是喔 所以這種丹無人的心情 對一些準備要收刮的修容 幾幾減減 心情都有丹無的崩潰 歐味道說 這種的心情真好理解 就像你們母現術時都要生 竟然又帶無散步 那哪有可能沒中心啊 莫非這是一個鏟駝和計程車 與割刀機一樣 都是要站在路邊藍的年代 走路來講到最近 人氣很旺的田邊發明家陳信妍 依照你的阿納達花嘴鴨 那一段禁忌之愛 有人欣賞 也有人早就看不下去 星期六 即興一張公道的技術 由大家來決定 是要放鴨鴨自由杯 那才是老店的 發明家的辛苦邊 公道的結果很快就出來了 4比2 讓鴨鴨自由吧 最後信妍決定不愛 拆立這次公道的結果 過不幾天 信妍幫鴨鴨第三隻 找到Homestay的地方 方法也有掛保證喔 絕對不會把鴨鴨吃掉 這下信妍總算感染 放開她的手 田文社社長說 信妍長大了 接下來是大米的大獨家新聞 最近有來自雲林科技大學的師生 總共4人 住在門卡靠背包客棧 進行圍棋十天的農事體驗 第一天就是大挑戰 來到傳說中 硬空大師 他失控的田區幫忙割草 其中一位小鮮肉 在田裡辛苦割草的當下 只想說 什麼時候割完 怎麼那麼多 嗯 失控等級5顆星 至於硬空大師 是怎麼想的呢 沒有啊 其實還蠻驕傲的 其實8分鐘硬空 最折的驕傲的 應該是有個既可下田 又會收錢的兒子 因為小尖蔬菜店長最近休假 7月22日以前 暫時有腦袋不清楚的 硬空夫人顯慧 跟半壽人少東江泉又固店 夫人說 收錢的時候 有可能多算錢 更可能少算錢 歡迎大家在這段時間 盡量光顧小尖蔬菜 總共180 收你200塊 這是30塊找你 謝謝 是的 大米提醒大家 就算您看到顯慧 撿一個塞臉的收錢 千萬別退去啊 還是盡量找他結帳 撿到便宜的機會 才比較高哦 而最好不要找 十歲的江泉又結帳 因為他是家裡唯一 腦筋靈光的 爸爸媽媽 你們什麼時候 才會懂事一點 不要再讓我擔心啊 以上就是本週的深溝新聞 接下來要訪問即將出走的小農 劉恆溫 放談過程還有小彩蛋 不要錯過哦 今天的主角是劉恆溫 加入良白甲 開始半農半X的日子 他在深溝五叉路口 開了一間門卡靠背包客棧 有時候偶爾很難得會想要賣剉冰 那我自己身為消費者而言 我覺得能夠買到剉冰的機會 不會比貝雷打到高多少 那有時候他也會開課 教大家釀啤酒 他的米的名字叫做新竹米 OK 這一位就是劉恆溫 你拿著我的麥這樣轉圈圈 你是什麼意思 沒有啊 我在聽你講話啊 不然我要幹什麼 我要這樣 很好 來繼續啊 對我要介紹你的米啊 新竹米 除了要種出健康的米 透過辛勤的勞動 心懷感恩 上天賜予台灣這片土地的美好 而心滿意足 他說 心靈富足之餘 也盡了一己之力 可以努力的守護傳承下去 掰不下去了 講的我都要噗嚓了 這是你自己新竹米的部落格上寫的文字 不過大家應該都完全沒有辦法聽清楚 到底你在寫什麼 然後只有一直噗嚓噗嚓 對 你覺得那個這種調皮啊 玩啊自己隨時想幹嘛就幹嘛 這種個性到底適不適合種田啊 種一點點可以 不能種太多 快問快答 我是橫文物農第三年 你米的品種是 鮮石跟高雄一四五都有 田區多大 田區八分 請問你覺得種水道的過程哪一段最難熬 雜草如果長出來的話最難熬 那長出來你就不想夏天了 因為就結束了 今年結束這一回合明年再來 我沒有聽清楚 通常雜草長出來不是就是要去除草嗎 為什麼你都結束了 那要看程度啊 如果它是零零星星的長出來 那可以去除啊 問題是如果它是整片跟稻子一樣長出來 你要怎麼除草 基本上 我去年 跟映德兩個人換工 然後 我們除了兩個月的草 也只保留了兩分地 但是我們花了非常大的力氣啊 那 有時候如果 如果是這個狀況的話 就 就放棄吧 今年是沒有啦 去年去年比較慘烈 那個 就是有 收到那種比較難顧的田 曾經有 某一刻覺得 就是拿除草劑把它們噴光算了 沒有 從來沒有想過 沒想過 對 就是打掉還比較有可能 把田打掉是不是 連正常的米都不想收成了 請問你夏田的時候有什麼怪癖嗎 怪癖 一定要有什麼裝備 一定要在田裡面尿尿啊 水 真的還假的 沒有尿也要尿是不是 沒有啦當然是 是一種狗狗戰地為王的概念 有時候反正流汗流光了也沒有尿了 所以怪癖有什麼 我一定要帶頭巾 我如果不帶頭巾的話 我的眼睛會看不到東西 就是 我很會流汗 所以 那個所有的汗都會在我眼睛上 然後包括滴到眼睛裡面 包括流到 流下來 這樣我就沒有辦法再做事情 那有曾經 毛肩濕到 也還滴下了 會啊 那通常 如果去田裡面的話 一個多小時 就 就會這樣子 就是如果大太陽的話 那如果不是大太陽就還好 好辛苦 請問你最怕夏天的時候看到哪一種生物 蛇 喔你怕蛇 我超怕蛇 可是我沒有在田裡面看過蛇 我比較常在我家看到蛇 男蛇看到兩次龜殼花 剛好一次有一次還在家裡面 那當下 欸還好 那時候我 我很累 剛好很累 然後我又沒有戴眼鏡 我只看到有一個東西在那邊動 然後就戴了眼鏡起來 發現是一隻很小的龜殼花 大概只有30公分 這麼長 然後他因為太小太細 然後他一直想要 然後他一直想要 鑽出去那個門 所以我就幫他 照張相之後 就是 上傳一下 然後就 放他出去 你根本已經克服了 怕蛇的障礙了吧 沒有因為他很怕啊 他就是那邊一直 他要一直 一直要鑽出去 然後又捲 捲成一團 所以他 又很小 感覺又沒有什麼攻擊性 就還好 如果他很大隻那種60公分 一公尺的 我就不敢這樣子 那你下田工作的時候 在工作當下 最怕遇到什麼 我不是指生物喔 我是指自己的狀態啊 或者是環境 最怕遇到就是 在家裡 然後不去 不出去 我說你在田裡工作 最怕遇到什麼 你是覺得你害怕到 你根本連家都不會出去 不是 就是 出去田裡 就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好怕的 但是 會 有時候就會有一段時間 就是 會出不去 跨出門那一步是最難的 就出不去 就是 想 腦袋裡一直想啊 要做什麼 身體就不會動 對 然後就會 身體就會去做別的事情 就摸 摸別的事情 然後時間就過去了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症狀 那是一個什麼樣 需要治療的症狀嗎 就是 倦帶 倦 欸 倦帶嗎 或者是 拖延症 應該是吧 可是是 務農了這幾年之後 就是慢慢的到最近比較嚴重 還是你個性本來就一開始 一直以來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 嗯 我覺得我的個性有時候 就是一直以來有這種狀態 就是 有時候做事的時候就是很 很衝然後 過了那一個時間之後就會 就會 開始想要休息 然後一休息就停不下來 就 沒有辦法 重新啟動 就是關 欸 關機之後就沒有辦法再開機 這樣子 而且他只是暫時休眠 卻永遠無法再啟動而已 也沒有永遠無法 就很長 會很長的一段時間 嗯 就比如說 就啊 就是今年我就是差不多 嗯 大概四月之後 就 遇到這種狀態嘛 就是 就是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都沒有去做這樣子 你是指田區裡的事情 田也有啊 然後 嗯 客棧也有啊 然後那個 家裡面也有 就是有工作要做啊 嗯 然後就是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 去啟動那個 做事的感覺 嗯 是因為事情太多了 一下子之間 很容易反而走得極端 覺得那 對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你沒有 沒有在做 你沒有開始在做你就 你就 就會沒有辦法 持續去轉動 就是 停下來就 就很難再 開始轉動 可是如果 跟你一起在這個 所謂兩百甲社群 大家平常比較多 碰面的情況 你看著別人 他通常被鞭策的那個 力量是什麼 會覺得自己是 有比較不一樣的 條件 對 看情況欸 有時候 如果有換工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你被逼著 出來 出來 出來之後就沒事了 嗯 就是你 從家裡走出來之後 就沒事了 可是如果一直待在家裡 就會 就會一直待在家裡 欸 所以那個 通常能夠讓你 從椅子上跳起來 然後願意跨出門的那個動力 最管用的是什麼 你覺得 沒有 就如果有約要 約要換工啊 就是 就是 因為承諾 對啊 早上 對啊 早上要在那裡集合啊 那你就 也不太會 就是晚上就一定會早一點睡覺啊 不會 就算你晚睡 你也是一定要起來這樣子 反而是自己的事情 反而會覺得 還比較會容易怠惰 或者是 對 就拖一下拖一下這樣子 對 你會拿自己這件 這個習慣 覺得自己也很無奈嗎 我覺得是 就是我覺得是要學習 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說 應該是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有 有人逼著我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要 在某一個時間點要達到某一個目標 那 因為都是別人畫好的時程 那你就照著走就好了 可是如果 一旦就是時程變成自己要規劃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我在這方面的學習或是練習 還不是很夠 然後所以就會 就是會 會 嗯 有點不知道怎麼做這樣子 欸 可是那你為什麼偏偏挑務農呢 他恰好好像是一個蠻自由的 生活方式 他對你挑戰很大 就是 對啊我覺得這是一種矛盾 可是我覺得我終究應該要學習 怎麼去安排自己的時間 對 只是 我在這邊就是還是 還是會跌跌撞撞這樣子 沒有辦法很 就是像文權那樣子很 就是 一直很樂觀的往前走這樣子 嗯 對啊 好你自己說的喔 他是樂觀 所以是相對於自己悲觀的部分 欸 悲觀嗎 應該是說 就是 今年以來就會有一些挫折是 呃本來想定要做的事情那 就是 後來就 沒有去 沒有去達成這樣子 嗯 對啊那也不算是悲觀 應該是說 然後 嗯 就是要在 要在學習要怎麼 怎麼做會比較好 嗯 對啊 那 其實就是 回公司也是就是 就是希望讓自己停頓一下 然後看看 就是 想一下這邊的事情 要怎麼 怎麼去進行會比較好 你說的 我們今天會見面聊天的關鍵字 就是 回公司 嗯 嗯 本來跟恆文聊天 並不是 大米自己很快就設想到 要這麼快的 就很想急著要找恆文聊天 嗯 但因為前幾天 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才知道 喔 你要離開深溝村 要回都市 回城市工作了 那 那時候 這是 我自己來深溝村 接觸這麼多 時間以來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個 要離開這個社群 回去另外一個生活模式的 很明顯的也感覺到 好像 自己突然間變成一隻 凸鷹 我說我自己 凸鷹的感覺是 天啊 有人失敗的例子 有人掛掉了 我要趕快去看他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自己很糟糕 可是 我並不是要獵棋 去 只是單純 想要問說 怎麼會這樣幹嘛 不是那樣子 一方面 好啦 事實是這樣 你就承認吧 沒有 我發現很多人 其實都好奇 所謂的好奇 其實都 尤其是都還帶著關心的啦 關心的 然後加上 想要了解 你真正遭遇的狀況 然後回過頭來 大家還 還在這裡生活的人 彼此之間 是不是未來可以 學到一點什麼 增加了自己 互相夥伴之間支持的一些方式 所以聽聽你的 你的心酸史 就蠻重要的 你到底 我們到底哪裡對不起你 你直說 蛤 什麼對不起 我們這個 這個農村 哪裡讓你 失望了 你說 沒有啊我覺得不是啊 就是 還是自己狀態的問題 就是自己狀態 在現階段 既然沒有辦法就是很 很照著自己的意志去走的話 那 可能先回公司一段時間去 冷靜一段時間 然後 也存電錢這樣子 再來想 下一步要怎麼做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 我可以好奇知道你的意志 你設定的目標是什麼嗎 就是說 自己規劃的 的事情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 嗯 雖然我在這邊有 很多的時間 可是我卻沒有辦法 照著我的規劃去做 就是 其實我自己有出問題 那 我覺得 就是還是需要 冷靜然後思考一段時間吧 你 剛剛是不是吃掉了一千五百個字 蛤 呵呵呵 差不多那個意思啊 對啊 下掠一千五百字 對啊 對啊 全部都省略掉了 在這裡農村的生活 兩年 其實幾乎都是你自己一個人 的時間多嘛 你的 嗯 家人是在 週末的時候來 週末才來 而且你小朋友還很小 對 你就背著小孩下田嘛 偶爾也會這樣子 嗯 那時候是撿福壽羅啦 就是 就背著小孩去撿羅這樣子 因為撿羅其實比較 比較不用 用那個長竹竿的話 其實不太需要太大的動作 所以還可以背著小孩做 嗯嗯 但會不會是小孩子的出現 跟你原本預期的 就是農村的生活裡面 增加的挑戰 又讓自己更出乎意料 我覺得有關係啦 就是 嗯 一開始 就是剛開始請假的時候 那時候畢竟就是 小孩剛出生嘛 那 其實想法跟節奏都是 就是 單身或者是沒有 沒有小孩的狀態下的想法 那 跟有小孩狀態下 實際上可以做事情的能量 其實是差蠻多的 很多時候就是 本來是兩個人 現在變0.5個 嗯 就是一個要顧小孩 另外一個就是 要 顧小孩跟 顧小孩的顧小孩的那個人 哈哈 一開始本來是兩個人的能量 可是有小孩真的就變0.5個人 嗯 我在想 你當時下這個決定 是不是非常困難 就自己個人的心理的 那個歷程 你說回去公司嗎 離開農村 嗯 對啊 可是因為可能也跟這一段 時間的狀態沒有很好 然後就是也有跟 就是太太溝通 那 嗯 基本上太太還是希望我可以先回去 就是存一點錢嘛 那 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可能就趁這一段時間 就是 就先回公司 然後就是 嗯 稍微拉遠一點距離來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會有幫助 嗯 回去的這個決定下了之後啊 我自己試著也去 以自己的狀況來想啦 我們做任何那種很大的一個移居 然後換一個環境生活的那個決定 都不只是面對自己 都還面對著所有外人 家人或同事的檢視 嗯 檢視我們這個決定 到底是怎麼做的 然後他的結果是什麼 同事會不會最有可能會覺得說 看吧 農村真的很難過生活 就類似這一種 欸 不會吧 我不知道欸 嗯 對啊 沒有想過這種事情 你自己會心裡其實有點 不想要去聽到這一方面的提問嗎 還好 還好欸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 我不知道會 會有什麼奇怪的提問 嗯 對啊 可是如果要就是說 就是 是因為 嗯 不適應農村生活 或者是說 嗯 就是 想要來 來農村生活的這件事情 失敗了 或者是什麼的 我是覺得還好 就是 就是 我可能就是暫時是 是失敗 或者是是跌倒的 可是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可以從這中間學到什麼 那 也許就是之後 會更清楚之後 要怎麼樣 要往哪個方向前進嗎 我覺得要講出說 自己失敗 都是一件 不是說不容易 而是一件 好奇怪的字眼 就是這個生活 本來就是 真正生活的是我自己 什麼叫失敗 我又不是去 買賣一個什麼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那才叫失敗 但是真正最扎實的是 這兩年的日子 是你自己在過 我覺得 會講失敗應該是說 就是我本來以為 我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後來我實際上 沒有辦法達成怎麼樣怎麼樣 那政治中間是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就是 我必須去 去找出解決的方式 我也不是完全離開啦 不會完全的回到都市區生活 就是 還是會跟 就是農村有關 然後 之後也是希望可以在農村生活 只是說 現在暫時就是 先離開農村 我覺得是為了要更看清楚 這邊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農村生活 那麼吸引你啊 欸 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做很多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實際上去 去操作 那 那個 如果你在都市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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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廊逃樓的話 你就是 就做人家決定的事情嘛 那 呃 一個是 就是這邊你可以做 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實際上去做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呃 不是很想要 就是 跟著現在 呃 主流的經濟模式去走 就是 在公司上班 然後 那個得到錢 然後去 呃 用錢去換 食物啊 什麼東西這樣子 就是 比較想要跳脫 跳脫這種模式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我剛開始來農村 最希望做到的是 可以自己自主啊 就是 就是 食物啊 跟那個 蔬菜啊 然後 呃 跟生活有關的東西 可以 可以自己來這樣子 對 都實現啦 對不對 呃 對啦 如果每天都吃米的話 我是可以實現啦 是嗎 哈哈哈哈 正當大米 向恆溫討教農村的 生存之道的 同一時間 深溝五叉路口 另一個角落 傳來應空大師和夫人 正在上演一出 不堪入耳的 隨便啦 清菜啊 不錯啊 年紀這麼大 還是沒有擋頭 哈哈哈哈 不要啦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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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熱喔 我好吧 不要啦 這樣才好玩 快點美容姐跟 青春大哥也在裡面 搞得很好笑欸 快點 我 好吧 我 我超有擋頭的 文全大哥 我比你靠動頭 每日一字 我比你靠動頭 我比你有擋頭 這是農夫之間 互相叫囂 嗆聲的一種方式 深溝村的日子 有多無聊 好 看小煎蔬菜這對夫妻玩的遊戲 就知道了 最近對你好奇的人 想要就是側拍你啊 紀錄你的人 我覺得是 成功的那個故事太多了吧 就是大家想要一點真實的故事 血淋淋的故事 對啊 哪有可能每個人都就是這麼順利 可是你也不太介意 別人這樣子探索你對不對 我覺得是還好啊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失敗還蠻正常的啊 問題是你之後要怎麼樣 就是從這邊學到東西 對啊 我 我覺得要 什麼事情都可以這麼順利 我覺得是 是報道做出來的吧 就是 我覺得實際上應該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是這麼 這麼一回事 可是我真正生活的 在農村的你自己 真正生活的人來講 你到底賺到了什麼 賺到了就是 做東做西的空間啊 做什麼 雨水回收啊 然後做一些 那個 木 木建築啊 土建築啊 然後 做一些木工啊 然後 做有一間 小小的客棧這樣子 啊 對喔 我們現在就在門卡靠客棧 對啊 所以未來門卡靠客棧還是在的 對啊 就是 可能暫時會請那個 縣中或者賢慧他們幫忙 嗯哼 那 基本上就是 還是都是我 我會來整理這樣子 那如果有需要 入住的時候 我就會過來整理啊 就是 可能晚上啊 或者什麼時間過來整理 嗯 你的客棧上面 還是掛了一個特製冰 就是那個賣剉冰的棋子 嗯 我是帶他是帶 我看著他是帶著一點敵意的 哈哈 因為我從來沒有買到過你的剉冰 因為你的時間不對啊 你沒有來供食啊 你來供食就一定吃得到 喔 對我們是賺供食的錢的 我們不是賺這種散客的 好啊 排擠嘛 沒有啦 因為散客太少了 沒有辦法期待 可是你偶爾像是會 突然間就說 欸今天有賣剉冰 那是一個什麼情況 你會想要賣剉冰的時候 喔之前是因為 就是沒有農 田裡面沒什麼事 或者是不想要去田裡面的時候 然後天氣又很熱 所以就來吃冰啊 就自己也想吃 對啊 順便就弄大家 通常都是賣一碗吃三碗這樣 哈哈 以後還是會有剉冰嗎 嗯 剉冰之後會就是 限中去接手 所以就是看他的安排 嗯 那基本上應該是 9月之後的事情 那如果 天氣變了 他可能會賣一些別的東西 因為 不過我倒是最近有在想 要來弄個那個 就是 週末小酒吧之類的 因為我只有週末可以來嘛 對啊 Please 你會來嗎 會喔 講講而已吧 說說人 我說真的啦 那個什麼 你又不住在這裡 第二次 第二槍 我就搬來怎樣 來啊來啊 那個房子不好找 是不是 是被楊大哥搶走了 要辦法有一間房子 在那個 貓小姐食堂之前 其實也都有想過居酒屋 尤其在農村生活 大家會滿期待像居酒屋這種深夜食堂的感覺啊 不過我可能不會弄複雜 我還是以賣飲料為主 可能賣就是啤酒跟調酒這樣子 那食物的部分我是希望越簡單越好 因為我可能沒有能量去處理這麼多那個食材的準備 嗯哼 講的一副我本來以為以後看不到你了 沒有嘛 你還是一天到晚跑回來嘛 對啊 不會啊 對啊 週末應該都會在吧 不過 而且田也還是繼續種 可是這樣感覺你把時間切得更碎 而且加上交通的往返 你應該更累 但是田又 就縮得更小啊 縮到幾乎跟我第一年來的時候 差不多的那個面積 那基本上應該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 如果既然已經種的很少很小了 為什麼還要堅持要種啊 保持一個連結啊 對啊 就是 嗯 雖然我沒有辦法 完全進入種田的節奏 但是就是這種 一半一半的節奏還是 我覺得我還是很喜歡的 就是 也種一點田這樣子 還是還是很不錯 對啊但是 而且就是之前也有經營 就是品牌 那就是有一些長期的 就是訂戶 就是也要就是 繼續服務啊 新竹米的訂戶 對啊 雖然人不多 因為你種的也不大 可是新竹米 它是用股東認購的 還是生產之後才銷售 都有欸 就是一部分是長期訂戶 也不是股東啊 我們就是直接就是長期訂戶 然後一部分是零賣的 那長期訂戶的價格會比較優惠 自己種了第一年的米收成之後 那個心情你還記得嗎 哇很神奇啊 就是米就這樣出來了 然後吃到第一口自己種的米 還好欸 我倒是沒有那種 我倒是沒有那種 太神奇了 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 就是的確先 現實是蠻耐吃的米 而且 就是對身體比較好 有好消化 我今天跟一位八十歲老農聊天的時候 就深溝村這邊阿伯 他說這些優惠 優惠指的就是友善耕作這些小農 不是優惠 蛤? 優惠 優惠 不是啦 優惠 這些年輕人都好聰明 我現在很聰明耶 很聰明 什麼都知道那個 該怎麼樣 讓什麼 稻子怎麼樣 比較不會被打倒啊 什麼的 你自己覺得呢 你有沒有過 也跟老農互動聊天的時候 然後感覺到他們 他是怎麼看你的 沒有欸 跟老農聊天 你就是會覺得他很羅素 就覺得喔 可以了 不要再唸了 他你會被唸 通常是因為草嗎 不一定阿 你做什麼都會被唸阿 抓福壽羅他們也會被唸阿 就是抓福壽羅他們就會說 阿阿阿這怎麼唸的了啦 阿阿不是這樣唸啦 要怎麼唸啦 反正每個人都有一百種講法阿 嗯哼 你就覺得很煩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 你不喜歡夏田 最不想遇到的 應該也是跟Over一樣 不想遇到老農 倒是還好阿 我的田都還滿隱蔽的 不太容易遇到 可是那像 賴清松大哥 我們來説說他的賢話好了 我覺得他怎麼能 我記得他超強的阿 太厉害了 那个神人挤的 什么意思 就是感觉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然后他就是很 很有办法就是 在这边然后 一个人过七假天这样子 有办法就是 有办法忍受的下去这样 对啊 不会觉得 不会觉得无聊啊 七假天 就是事情都是重复的啊 你就 不会觉得很累 也蛮厉害的 我看得出来 你真的很常受不了 那种无聊的状况 不是一直做重复的事情 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没有 没有太大的意思 最常重复的 让你感觉到重复感 很烦躁的是什么事 除草啊 包米啊 挑米啊 包米这些 没有在挑米的 但是包米就很无聊啦 你就是一直把米送到袋子里面 然后把它折起来 然后把它跌起来 很像作业园 工厂作业园这样子 对啊 对啊 你 那个做久了就 对啊 所以我就说 我不要种超过一家 也是 不想要包米 包米太无聊了 就是每个人 可以做的 不一样嘛 像 文昌它就可以耐受度就很高啊 然后 文犬也是耐受度很高啊 反正就是 嗯 你又吃掉了八百个字 没有啊 没有啦 没有 文犬它厉害的地方是 它的心理建设很厉害 就是它不管在什么状况下 它都可以很 很乐观的 做下去 也许它悲观的时候没看到也不一定啊 不知道 你愿意 当然就是常来的就是还是会 会凝聚出一些感情 但是 就是 有一些边缘的就 比较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对啊 那基本上 就是 我觉得两百甲就是比较紧密 然后也是住在这边的这一群 我最近是感觉就是 呃 文犬它做的 它要做的是几村嘛 那 实际上它没有说出来 但是我感觉这像是一个那个 生态村的感觉 当时是因为有两百甲 你也 才有可能 务农的上手 可以这么说吗 是 虽然重点简单 可是如果没有人带 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做啊 所以就是 你 就算你去租了一块地 你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要如何如何下手 这样子 就是两百甲还是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 刚开始切入的一个 一个好的位置 嗯 如果 也有人 想要在 透过两百甲 学着种田 以你现在的经验来讲 你觉得他应该可以 自己先思考哪些事情 再做这个决定 不用啊 最近是个好时机 因为杨文泉太容易接受了 所以就是 之前曾文昌在 在带的时候 就是比较 比较常打枪人家 那 文泉他基本上不太会打枪人家 只要你住过来 然后不是太奇怪的话 应该都还好 我是指 给那个人 给那个想务农的人的 心理健身那方面 你觉得他自己可以 做些什么功课吗 没有就住过来而已啊 住过来就对了 嗯 你住过来就是一个门槛啊 我觉得想太多都没有用啊 想什么都 就是农村的变化很快 你 你想的事情到这边来都跟你想的没有关系啦 你会遇到就是真的要遇到的问题 那你在那边想半天 你想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你的新竹米今年有销售的 遇到的压力吗 还好耶 最后不可以试着介绍你的米 介绍我的米 还要笑起来了啊 总算笑起来了 什么要接 推销你的米 推销我的米 就是 请自行推荐 鲜竹米 鲜竹米就是 台中鲜食啊 好吃不油腻 可以减肥 超适合都市人 因为 鲜米它的特性就是 就是它没有什么热量啊 但是它有饱足感啊 所以在农村吃的话会很快就肚子饿了 可是在都市吃的话就刚刚好 可是你这个鲜食是很多想象都会种的啊 那你自己特别要标榜你鲜竹米的特色呢 就是我头上的汗会掉在甜蜜里面 哈哈哈哈 啊我刚刚有说我在甜蜜尿尿吗 真不好意思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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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件事情 谢谢你哦 哈哈哈哈 最后把握机会一下 想对老婆说什么 老婆我爱你 是不是这种时候是不是要 才不是耶 太突然了啦 谢谢恒温答应接受我爱生沟 秃鹰式的专访 聊过了才知道 原来它并不会消失嘛 以后我们都还是会看得到 这位爱打电玩的宅男在生沟村出没 所以消毒会掉 节目最后大米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跟大家说 如果你能够顺利听完本集节目 表示你的手机功能好棒棒哦 但是我听说很多长辈们想听却没有办法 可能是下载 SoundCloud App 太麻烦了 因此大米会另外再把节目传到YouTube 增加大家收听的便利性 只要您在YouTube搜寻 我爱生沟四个字就可以找到咯 欢迎大家告诉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大米会努力做节目 希望有一天让他们可以轻轻松松打开喇叭 收音机就能听 谁要上网啊 因为用手机听广播才是一件最复古又时髦的事啊 下个礼拜见咯 掰 掰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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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